《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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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常生活当中 修行怎么学法 眼见色 耳闻深 看得清楚 听得清楚 心里怎么样 如如不动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止处 离开妄想分别止处 其心动念 是真心 其心动念 分别止处 是妄心 修行怎么修法 只是把这个 妄想放下 用真心 用真心为开悟 用妄想尽是烦恼 后面年代起来 坦诚之满意 睡起来 科学家告诉我们 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 三楼万象 不是真的 你看 你看 昨天过去了 不会再来了 这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过去了 也不会再来 不是真的 假的 真的应该永远在我面前 所以 所以 光阴 一分一秒过去 我们 感觉到了 实际上 整个宇宙 就是一秒一秒 一分一分地 走过了 像我们的电眼电眼一样 过去老师 大家用教权的 你看一张一张 在电机器播放的时候 好像是真的 实际上 是一张一张的 过去 过去 就不再回来了 那佛经常告诉我们 整个宇宙 和我们的生命 就跟那些电影是一样的 一秒钟多少次 神灭多少次 三十二亿 百千年 三十二亿 小的单位是百千年 一百个千十十万 三十二亿百千年 那么快的速度 你怎么知道 它是假的 细心就观察 你要不观察 观察就是看不过 你没办法想 你不会修行 这是四世真相啊 根本它就不存在啊 物质环境不存在 人这个环境也不存在啊 这是佛在大神经上告诉我们的 这叫什么 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能够入这个境界 看这个境界 那就根本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被这些幻觉欺骗了 因为它是真实的 齐心动念 分别之处 从这个境界里头起来 从这个境界里头起来 这叫造业 这个业有善我 善业干善报 我业是干我 今天我们看这个宇宙 灾难这么多 什么原因 造不善业的所感 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呢 要用佛教给我 我们用真意心借态 真意心尽似闻身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辟 不止住 那真心 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那是智慧 那是智慧 自性里面 本来有的智慧 智慧 不是从外来的 从地界定慧散续 定功欲深 智慧就越大 它是自性里头本有的 所以 今要不要继续 古人讲的 读书前面 其余自己 佛法也是如此 一步进 念到一定的时候 豁然大悟 全都明白了 这一明白明了 过去现在未来全明了 究竟圆满的明了 是大乘佛法 障碍 障碍 我们一步 都踏不上去 障碍是什么 往念 六根结束六成眼 其心动念分别之处 麻烦在这里 相信佛说的 佛不骗人 一点没错 自信圆圆满满 跟过去祝福 未来祝福 完全相同 完全 拘束 没有一样 你没有 怎么找回来 看佛放下 找回来 你不肯放下 不肯看佛 你永远找不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